我看到有一些人 为什么我不去讲那些在台湾的 比如说被定案的中共间谍呀 统促党啊这些事情 为什么我要来叮嘱中配不放 那因为首先呢 就是在台湾的这些统促党也好 什么也好 他其实已经在被台湾 自从蔡英文总统上任之后的 国安无法的修订遏制 那可能很多台湾朋友都不知道 就是蔡英文总统上任之后 定定了国安无法 包括反渗透法 反渗透法的核心就是说 你不能收钱为中国共产党办事 那你像统促党啊这些 他们都是就是左手收钱 右手为中国共产党办事 所以说大家能看到就是很多这些团体 它的活跃度都在下降 这是第一点 那第二点 我作为一个新闻频道 我是跟着台湾新闻的热点 反共的热点 中国新闻的热点走 现在目前是国民党和民众党 要修法放宽 中配入籍年限 我作为一个媒体人 我要跟着热点走 这是这没什么好羞愧的 这个不是为了流量或者怎样 就是就是这就是 你是新闻人 你是媒体人 你不跟着热点走 你跟着什么走 社会大众关心的议题 你就要满足社会大众的需求 不然你做什么新闻人 媒体人呢 就是社会大众关心的议题 你来跟大家一起讨论 那然后可能有些时候 社会大众没有关心到的议题 我认为重要 我也会跟大家点出来 那因为我又是中国人出身 我个人认为 我或许比台湾朋友们 稍稍的更了解一点 中国人和中配 那这也是我可以努力的地方 现在国民党民众党说的是 要让中配入籍年限缩短 让中国人更快的获得台湾的身份 让台湾日益变成一个以中国人 或者自认为中国人 为主体的一个社会和国家 那以此这种方式 长期的稳定的掌控台湾的选举结果 那么可能在未来10到20年内 台湾就会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一省 那因为我看到了这个未来 所以我要阻止这个现在 这就是为什么我会持续性的关注中配议题 我不希望看到说10年20年后 台湾变成中华人民共和国一省 那这对我来说不是一个很愉快的事情 我从看到香港被毁掉的时候 我就觉得那至少有一天台湾如果被毁掉 我不会像我在香港被毁掉的时候 感到那么的羞愧了 我仍然可以面对世界说 我张瑶我尽力了 对我尽力了我努力了 那我失败了我也没什么好羞愧的 对吧不是说你努力了失败了就要羞愧 而是你不努力才要羞愧 那当初我很羞愧 是因为我没有站出来阻止维吾尔人被种族灭绝 我没有站出来阻止卢小波被杀 我没有站出来阻止香港被毁掉 我没有阻止太多太多发生在中国人民 发生在香港人民身上的苦难 那终于到台湾人民这里 我站出来了 那我失败了就失败了 我努力了 我竭尽全力了 那我失败了 那我至少我不为此感到羞愧了 我不需要像以前那样在那里觉得说 很惭愧很羞愧 那我等到台湾被毁掉的那一刻 我不会感到羞愧 但是我会感到很伤心 那我会感到很悲哀很痛苦 那为了让那个未来的我 不要感到伤心悲哀和痛苦 所以我现在很努力 其实就这么蛮简单的一个事情 而我比很多台湾人看到的未来更灰暗 就是如果这个法案通过 我看到的就是十年二十年后 透过中国人在台湾占据主导权 真正认同台湾这块土地 是自由民主的国家的人 你们就永远都选不赢 那最终这个国家就变成中华人民共和国的 我是清晰的看到那个未来 所以我要阻止这个现在 然后至于在我阻止这个现在的过程中 钟佩有没有受到连带的伤害 这个我一直都承认 这个我一直都为 整体性的钟佩感到抱歉 但是我没有办法 我要阻止这个法案 你们来骂我也OK 没关系 我很理解你们觉得伤心 但是我没有办法 因为国民党民众党 他要推这个法案 如果你觉得 你不希望我再提这个话题 还是那句话 你就请国民党民众党 不要再推这个法案了 这个钟佩入籍年限 六年变四年 对台湾三十八万钟佩来讲 几乎没什么好处 只有坏处 钟佩你们自己想一想 六年变四年 对你们有多大的好处 值得你们被整个舆论来讨论 中佩的 还有这个中佩所教育的 中国人的孩子的问题 现在也越来越多的 被中国网友所关注 你比如说 我现在看到的这两个影片 似乎都是中国人发的 很多中国的反共的人 跟我一样 他们在很忧虑 这个台湾的孩子 因为中佩的关系 变得自认识中国人 这个状况 其实连中国的反贼 都感到蛮忧虑的 所以大家在发这些影片 说台湾的小学生 回家传达上课的内容 那这个老师呢 在上课的时候说 大陆对台湾没有友好 就是大陆对台湾不友好 并不友好 那这是一个能够 面对事实的 告诉小朋友真相的 一个很好的 一个台湾的老师 他就是告诉小朋友们说 中国对台湾并没有友好 那这是显而易见的 你友好的话 你怎么会有那么多的飞弹 那么多的船 那么多的飞机 不停地来骚扰恐吓台湾呢 结果他回家 告诉他的中佩的妈妈之后 他中佩的妈妈说 我们都是中国人 那台湾是中国的一省 老师说的不一定是对的 我给大家放一下这个影片 老师说大陆对台湾没有友好 虽然我们住在台湾 但是我们是中国人 台湾只是一个省 知道吗 我们是中国人 但是我们跟日本 一点都不友好 因为日本人杀了我们 很多很多中国人 所以老师讲的观点 不一定是对的 不单在灌输他们家的孩子 虽然我们住在台湾 但是我们是中国人 台湾只是中国的一省 同时他还在灌输这个孩子 去仇恨日本 然后这位中国的推友的评价 就是这孩子TM 是无耻呢 还是无知呢 那么认同中国人的身份 为什么要住在台湾呢 台湾的学校会把孩子 教坏的引号 教坏的回中国多好 中国的学校里爱国主义氛围 很好的 这都是反贼的气话 那包括也是很多台湾朋友 会说的气话 我再次提醒大家 他们不会回到中国的 他们身上最值钱的 就是台湾身份 就是这个台湾的投票权 就是影响台湾舆论的这个能力 他们就是要靠这个东西赚钱 只要有这个东西在 他就裁员滚滚 他就是要利用他的这个身份 对台湾统战 说服台湾人民 大家都是中国人 来伤害台湾 来羞辱台湾 来侮辱台湾 来践踏台湾 这就是他的金钱的来源 他怎么可能放弃 他的身材之远呀 然后有一位推友说 每次我看到这种视频 都想问 这孩子他爸死哪儿去了 通常应该是在台湾 认同这位太太的人 才会娶他吧 有人说 拍视频的是孩子妈妈 是个嫁到台湾的路妹 拍这种视频 发到中国网络平台 是因为有流量 有人说的比较的粗俗 但是就是他说的是真的 说陆佩里的这种 这个比较粗俗的 这个这个话吧 说真多 真多 是真的很多 享受免费医疗教育等 但是天天 这个又是很粗俗的 一个形容词 说他娘家好 滚回去啊 疫情三年都知道 躲在台湾的 你说他们真傻吗 他们不傻 他疫情三年 知道躲在台湾 知道在台湾 享受免费的医疗教育 但是天天都说 娘家好 为什么 有钱赚啊 他不会想到 他会把台湾毁掉 他心里的想法是说 反正 我怎么毁台湾 你们台派 抛头颅 洒热血 不都还是要救台湾吗 从高雄 从南台湾 辛辛苦苦跑到台北 去抗议的你们台派 不还是要死要活的 你们要拯救台湾吗 像我这样的反贼 不还是要去为台湾说话 希望帮台湾挺过去吗 所以他们努力的去 挖台湾的墙角 赚点钱怎么了 反正你们台湾人 还不是要辛辛苦苦的 去救台湾 有些朋友就问说 那要真卖台湾成功了 怎么办 国民党民众党 修法真过了 台湾真被卖掉了 台湾真的变成 中华人民共和国一省了 或者是战争打起来了 你们怎么办 他说没关系啊 他们可能拿着台湾身份证 他还可以移民美国 他还可以移民加拿大 如果战争打起来 他还可以搬到 中华人民共和国去 他觉得自己的路子多着 卖台湾的钱 现在赚一赚 哪有闲钱多的呢 这是这一位 然后也还是这位 说书鬼 这位推友 他又发了另外一位的 中国的官媒有报道他 这位钟佩网红的名字 叫做河南妞嫁台湾 这位河南妞嫁台湾 应该是发到中国的 网路平台上面的影片吧 给你们放一下 祖国大陆的叔叔阿姨们好 我是台湾小当归 我爸爸是老公老公的二代 爸爸就是老当归 我爷爷的主持来自 湖北新山 谢谢 你们欢迎我这个小当归 去大陆旅游吗 谢谢 记得点赞关注哦 这个女孩不是说 你们中国人欢不欢迎 她这个小当归去中国旅游 那然后这位说书鬼推友 作为中国推友 中国网友就说 当归补血活血 调经止痛 润肠通便 不欢迎你们来旅游 欢迎你们全家入籍中共国 其实还蛮明显的 这个小孩 他是在念稿嘛 也是有 应该是中国推友 说你们全家归就行了 为什么要台湾归 因为喊台湾归才有钱赚呀 因为他发了这个影片 那中国这边 当然就要做统战宣传嘛 我在中国的互联网上 找到的一个说 台湾小当归 你的亲人在兴山等你回来 兴山县的相关部门 立刻制作并公布了一期视频 说台湾小当归 兴山的叔叔阿姨哥哥姐姐 喊你回家过年 兴山县融媒体中心 这都是一个统战的媒体 兴山县台办工作人员 国台办的下属的 这些统战的人 纷纷在网上给网友 at河南妞嫁台湾留言 护家好友跟统战部门 就搭上线了 这个河南妞嫁台湾 他就搭上线了 他们怎么可能回中国呢 他们留在台湾 才能赚统战的钱呀 我看到还有人说 我昨天发的那个 不有一个中配 跟新党在一块 去立法院闹场嘛 喊说我们都是中国人 骂黄杰不要脸嘛 我看到还有推友 还在说 那你为自己争取权益 你为什么要骂黄杰不要脸 你为什么不去 跟中华人民共和国讲之类的 他还以为 他是在为自己争取权益 那哪是啊 他就是中国共产党的 一个棋子 是听中国共产党话的 一个棋子 中国共产党要他做什么 他就做什么 他不是在为自己争取权益 你们仍然在把中国人和中配 想成是有自我意志的 有自我行为能力的公民 这是错的 这是最大的一个错误 台湾人你们永远都要记得 大多数的中国人 不是所有 我仍然要强调 有一些中配 有一些中国人 他们是觉醒了的 是跟我一样 有自我的思考能力 有自主能力 知道什么是公民的权利和义务 不是这些人 不包括这些人 但是大部分的中配 大部分的中国人 也不是你们想象中的 现代的国家意义上的公民 他们不是为了你们想象中的 中配 陆配的权益站出来的 不是 就是中国共产党要他站出来 说什么 他就站出来说什么 他跟中国共产党之间就是一个 其手和棋子的关系 中国共产党要他做什么 他就做什么 他就是像一个木偶人一样 中国共产党指哪 他就打哪 中国共产党要他做什么 他就做什么 然后在这个过程中 他有利益 有好处 有金钱 他是这样的一个关系 他不是你们想象的一个 现代的意义上的国家 和他的公民的关系 你们千千万万不要把你们带入中国人 不要把台湾带入中国 千千万万不要 这是核心的 你们要去明白 为何我说不公开反共 不公开反对中国统一台湾的中配 是台湾潜在的国家安全风险 你们要深刻的去思考 为什么会这样 因为他们跟你们不一样 不觉醒 未觉醒的中国人和中配 从根本上跟你们不一样 关于宣誓的这个事情 我不是一直跟大家讲说 我不是很相信宣誓这个事情 就是因为入加拿大的国籍也要宣誓 那因为我知道 你像李希希他都能做加拿大的市议员了 他当然也宣誓过 但他宣誓了李希希 照样是中国共产党的棋子 他不是忠诚于加拿大的 所以我个人 我以前一直认为说宣誓 是没有什么用的 那但是呢 就是对中国人的了解的话 我还是不如我妈嘛 我就跑去问我妈 我说宣誓有没有用 我妈就说一句话 我妈说中配不敢宣誓 宣誓有没有用是一回事 关键在于中配陆配不敢宣誓 我就问我妈说 那为什么中配陆配不敢宣誓 我说那他们不是敢在加拿大宣誓吗 她说那哪一样 宣誓对加拿大忠诚 中国和加拿大现在又没有打仗 那他们怎么敢在中国要打台湾的时候 宣誓忠诚于中华民国台湾呀 我一听我觉得蛮有道理的 中国不是马上就要打加拿大 所以中国人不在乎 对加拿大宣誓忠诚 那中国是有可能会打台湾的嘛 台湾越是让中国觉得软弱可期 中国武力入侵台湾的几率就越高 台湾越是让中国觉得很难看硬骨头 那中国武力入侵台湾的几率就越低 但这个可能性一直存在 在中国随时都可能武力入侵台湾的情形下 不打算站到台湾一边的 不打算捍卫台湾的中配 他们是不敢宣誓的 就是他不敢宣誓效忠 我想想有可能 如果中配宣誓效忠中华民国台湾 就不管中国共产党会不会把他们怎么样 他们自己就害怕 所以说我觉得黄杰推这个法 也是很有道理的 用宣誓去卡中配 是能把人卡住的 就是说他们不敢宣誓 他们会选择说不宣誓 不获得这个投票权 那这就是我们的目的嘛 对吧 我们的目的就是说 他洗人口最大的作用 就是要去投票 对吧 然后让台派永远投不赢嘛 那如果中配不敢宣誓入籍 他就无法获得投票权 那他就没办法去投票 他就没办法投票成功的 让台湾变成中华人民共和国一省嘛 就跟我妈聊完天之后 我就觉得说黄杰推的这个 其实挺不错的 那么两个人 都给大家看 下来 很难受的